本文介绍了奔跑吧的首期嘉宾阵容和分组情况 分析了各组嘉宾的优劣势 包括范城城和白露 宋雨琪和周深 张真元和郑凯 以及李晨和杨天真 沙翼和刘涛等组合 同时 作者也分享了自己对这些分组的看法 认为张真元和郑凯一组在体能上占优势 但节目组不太可能刻意捧新人 最近写的内容相对来说会比较散一些 所以会在演唱会 歌手榜 以及奔跑吧中选择内容来写 当然 在之后的文章中 更多会选择即将播出的节目 奔跑吧 浪姐 我是歌手和天赐的声音 大家有什么想看我写的 也可以私信 很久没有写唱功 倒不是笔者偷懒 是真的没有什么阴宗现场可以写 这一次和大家分享一下首期奔跑吧 嘉宾阵容 同时也给大家聊聊 关于首期分组网友的讨论 以及我的看法 01 首先说一下常规分组 黄队这边 范澄澄和白露分到了一起 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分组出现之后 网络上便出现了这样的声音 白露和范澄澄要搞CP了 其实这个观点有着一定道理 但是或许很难成立 原因就是 跑男目前的核心女嘉宾 本质上其实是只有白露一位的 宋雨琪虽然也是常驻女嘉宾 但是录制时间太不稳定 基本可以当作飞行嘉宾来看待 同时 在老元老离开之后 不股CP以及顶级流量的CP都已经没办法吵了 那么节目组方面为了热度考虑 刻意做效果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 由于范澄澄和白露走的都是搞笑路线 真的很难说是否有CP感 02 蓝队这边 宋雨琪和周深分到了一组 其实这个分组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 担心的是 是否在私名牌环节会太不合理 毕竟 倒不是针对宋雨琪和周深 而是私名牌本身 确实是很看重体能的 相对来说 宋雨琪和周深 在体能上面的表现并没有那么出彩 只能希望最后的私名牌环节 不要是生思 而是智力路线的私名牌 这样 宋雨琪和周深还会有优势一些 03 另外 张真元和郑凯分到了一组 这一组同样引发了网友的吐槽 吐槽的点是 节目组要捧张真元 网友的想法很简单 说白了就是觉得 张真元和郑凯在一起的话 体能拉满啊 这两位 无论是比拼什么项目 看起来似乎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并且 私名牌显然是有着更多优势的 很多人或许会说 如果分组是纯粹随机的呢 其实看看后面的分组 各位就不会有这样的言论了 04 李晨 杨天真一组 杀意 刘涛一组 纵观多记跑难 其实是有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的 通常节目来嘉宾 都会让节目的核心成员去带嘉宾 比如在以前的节目中 这个任务 基本都是交给邓超和陈赫去完成的 因为这两位的情商相对来说比较高 明白如何制造各种节目效果 嘉宾跟着他们 镜头也不会少 而如今 这个职责显然已经给到了李晨和杀意 这两位是如今的跑难 年龄最大的成员了 也算是复刻了昔日俩老头CP了 05 看完阵容以后 只能说 优势劣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除了张真元和郑凯这一对 其他都是一男一女 体能上就有明显区别 但是倒也不必过分阴谋论 毕竟张真元虽然是流量 但是跑难的流量反倒是更大一些 节目组泛布着太刻意去捧一位新人 不知道大家看完阵容 是什么想法呢 新一季的跑难又开始录制了 虽然这个节目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收视率一直非常的高 这一季大美女刘涛的加入 更是增加了不少的看点 录制当天现场 吸引了很多粉丝前来围观 可见跑难几位明星的热度 真是非常的高 刘涛当天打扮得十分显年轻 一身翠绿色的新中式裙子 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简龄 她的样子完全看不出 已经是45岁的人 真的很显年轻 她的助理在街头为她补妆 从现场粉丝拍到的生图看 刘涛的颜值非常耐看 真的非常美 刘涛当天心情不错 看起来十分开心 没想到她还对粉丝做出了回应 用手比出了一个耶的手势 看得出刘涛真的非常接地气 完全没有大明星的架子 刘涛如今不仅发展电视剧 在综艺方面也是全面开花 她真不愧是一位国民好媳妇 网友感觉刘涛长相非常的大气 虽然人到中年依旧保持得非常好 很多网友质疑刘涛整容了 其实对明星来说 一枚已经算不上什么秘密 毕竟女星都是非常爱美的 刘涛最厉害的 是她可以轻松驾驭各种风格 时而欲解 时而小清新可爱 跑男有了刘涛的加入 相信一定有很多粉丝会更加喜欢这个节目 《奔跑吧》第十二季在南宁录制 成员们身着新中式服装 包括李晨、郑凯等老成员和周深、白鹿等新面孔 刘涛作为飞行嘉宾之一 展现了青春活力 录制现场互动热烈 展现了广西南宁的山水之美 期待节目展现南宁魅力 哇哦 《奔跑吧》绝对称得上是综艺界的超级巨型 从第一季开始播出至今 这档综艺节目从未间断过 如同一座永不休息的笑料瀑布 谁能想到 如今《奔跑吧》已经迎来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第十二季 而在这十二年间 节目的成员也不断换血 但搞笑元素却始终如一 第十二季的《奔跑吧》在南宁开路 所有成员都身着新中式服装 酷帅的男士和靓丽的女士们简直刷新了观众的审美 广西的粉丝们真是幸福 一接到消息 他们立刻涌向南宁的录制现场 场面简直拥堵不堪 在第十二季节目中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老朋友李晨 郑凯和沙翼的身影 这两个老成员从第一季播出开始 一直都没有去过席 他们以满腔的热情和对节目的热爱 陪伴观众度过了漫长的十二年时光 不可否认的是 岁月的流逝在李晨和郑凯脸上留下了一抹沧桑 他们也成长为中年男人的模样 除了老成员外 第十二季还有许多新面孔加入 例如周深、白露、宋雨琪、范城城、张真元等 他们为节目注入了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元素 无论是老成员的坚持和付出 还是新面孔的活力和热情 都使得奔跑吧 成为了综艺界的长青树 让我们一同迎接 这个史上最强综艺节目的精彩序章 根据网友分享的路透图显示 刘涛作为奔跑吧 第十二季南宁录制节目的飞行嘉宾之一 展现了他令人惊艳的魅力 尽管已经年满46岁 但他依旧保持着青春活力 散发出美丽大方的光芒 从广西南宁录制的现场路透图中可以看出 刘涛以新中式风格的服装演绎得极为出色 或许是由于南宁的天气温暖 许多观众已经穿起了短袖 尤其是刘涛的新中式套装更是引人注目 一袭淡青色的衣服展现出他的闲境与优雅 他已经接近50岁的年纪 却依然像一个少女般活泼可爱 尽管我没有亲临现场 但通过粉丝们热情的呐喊声和舞动的旗帜 我已经可以感受到他们亲眼目睹刘涛真容时的激动心 年轻歌手宋雨琪经历了许多年的奔跑吧 他特别宠爱有家 尤其是郑凯和周深 对他格外照顾备质 在第12季《奔跑吧》节目录制当天 宋雨琪身着一套别致蓝色的新中式服装 上衣是一件淡蓝色纱织衬衫 袖子上点缀着精致的花朵图案 下装则是一条介于淡蓝色和深蓝色之间的直筒裙 完美地贴合宋雨琪的身形 裙摆达到她的脚踝 这套蓝色中式服装虽然设计上看似普通 却从整体上彰显出宋雨琪的灵动和活泼 与宋雨琪搭档的周深 则穿着同色系的长袖针织上衣 搭配白色纸筒裤 整套服装干净利落 两人站在一起 形成了视觉上的和谐与美感 据网友们晒出的照片显示 周深和宋雨琪在录制现场 与路人朋友随机展开互动 并热情地唱起了山歌 他们的互动也感染了群众 营造出一片和谐热闹的气氛 一位网友开心地表示 无论奔跑吧是否好看 第十二季的开头绝对值得一看 因为在这期节目中 竟然展现了广西南宁迷人的山水 这让广西人感到无比自豪 被誉为小猎豹的郑凯 依然保持着她的英俊风采 当她穿上紫色的心中式上衣时 仿佛化身传统绘画中的角色 相较前几季 岁月已在李晨的容颜留下痕迹 被戏称为大黑牛的她 第一季节目中的气质不再显现 在第十二季节目中 尽管她梳着最时尚的发型 穿着最新潮的心中式长袖衣服 但与粉丝们亲切打招呼 挥手道别的姿态 却流露着老干部典雅而亲切的气质 虽然奔跑吧成员 在穿着心中式服装时 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彰显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多样性 然而广西的网友们 却对成员们穿长袖的举动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的成员甚至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了接下来几天的气温预报 最低温度竟然仅有19度 而最高温度更是能够达到34度 期待奔跑吧的节目组 来到南宁录制后 能够将南宁的风土人情 和壮美山河真实地展现给观众们 当然 如果节目组能够为成员们 选择适应季节温度的服装 那就再好不过了 这样不仅能让成员们 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 也能展现出南宁的魅力与温暖 优优独播剧场上 按钮